女人被要求要生一百个孩子 并且每天都要换不同的雄性 所以她被当作救世主一样的供妇 其实女孩穿越到了一个兽人世界 这里的雌性总会因为疾病 被无情火化 无疑说是这些人被诅咒了 然而女孩一看 这不就是缺炎吗 季默和千荒踏上了取炎的路 在路上 季默就很疑惑 为什么同一个族群 雄性不缺炎 而雌性会缺炎呢 千荒竟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或许是因为雄性本身身体强壮 并且在捕猎时会喝掉猎物的血 所以血液中蕴含的炎的成分就被吸收了 而雌性本身身子弱 一旦缺炎就会病毒 那么通过这一点更加能确定 这就是缺炎的症状 当季默来到大海 这一望无际的蓝色沁云腥皮 正当他们准备装水时 此时竟然跳过来一个金发少年 他直接开口 千荒 我终于等到你了 看来两人似乎早就认识 再仔细一看 没错 对面的这个少年竟然是一只老虎 原来他是受人第二强的存在 在一年前 与千荒对战时战败 于是在这里等了整整一年 目的就是证明他比千荒更强 然而当这只老虎看到 躲在千荒身后大的季默时 眼睛瞪得像铜铃 天下竟然这么美的慈性 他突然觉得战斗已经毫无意义 激动地吼了一嗓子 就要问季默的名字 还展示自己发达的肌肉 千荒直接挡在了季默身前 你干什么 阿莫斯 没想到小老虎丝毫不给面子 一拳打在了千荒的脸上 别挡着我看慈性 还吹嘘自己是几个部落最强的雄性 结果毫不犹豫被季默拆穿 你刚才不说还输给他了吗 这真是刚大到家了 那我是第二强 我一定会打败千荒 证明给你看的 这是什么秘之自信 没想到季默表示更相信千荒 当阿莫斯听到季默已经选择了千荒当配偶时 更是怒火攻心 气得垂地 他忍不了了 这个女人他太想得到 于是他向千荒发起了挑战 他要打败千荒 抢走季默 然而千荒此时实力蠢七 你想要最强的名头我让给你 但是季默我绝对不会让 两人之间剑把弩张飞到半空中 大战一触即发 两人法术挥舞 火光四箭 季默只能跑起来躲起来 却没想到脚下一滑 就要跌倒在沙滩之上 两人立马止住了打架 老虎还心疼得不得了 一个劲的道歉 慈性 对不起 都怪我非要和千荒战斗 才导致你摔倒的 我最无可恕 最恶滔天 最大恶极 于是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二 近罕见地放下了战斗 一起帮助季默 老虎赶忙取回了海水 千荒也抱起了季默火速 赶往族群 请求乌医救援 而当听到季默摔倒的话时 一师族所有人爆发了怒骨 族长更是直接吹响了号角 召集所有族人商量对策 一致季默 而上一次吹响这个号角 还是六百年前的一师族灭族之战